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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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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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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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來沒有那麼看好日月光的目標價 他把他從106元調到115元 他告訴你需求非常的怎麼樣 非常的緊繃 對不對 他認為呢 他是說EPS要成長30% 意思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重申買進 就是這樣子 重申買進 你看這兩篇報告 其實有對今天台股有鑄下強心針 雖然說今天371的日月光收盤還是跌 但是你要知道 其實我認為再跌是有限的 那這些月光如果漲的話呢 那些二線的封測股啊 他就可能積選升天嘛 什麼南茂啦 晶圓店啦 齊邦這些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很便宜啊 對不對 就有可能積選升天 沒有錯 好不好沒有錯 對不對 那這個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講了 我差點在北凡連線脫口而出 如果你對台股沒有信心 你去買一份工商時報來看嘛 對不對 最近最準的叫張錫 以前他沒有那麼準 但是因為他一路很多 你看2017到2021年 他一路的很多 他告訴你台積電只是短期的回檔 他認為750算合理 雖然我不是這麼認為 但是呢 這個內容給大家看一看嘛 沒有錯嘛 說真的 中心只能採購成熟製程的半導體設備 那會有很大影響嘛 對不對 後來發現到 他不能採購EUV 他只能採購DUV啊 叫做生殖外光 那個東西有人出來解釋嘛 就像以前的摺疊手機 摺疊手機一樣的道理 所以好像也沒有什麼東西 但是怎麼樣 市場的判讀真的是有問題 對不對 然後呢美國直立率飄升 他說其實也還好 他說資金航行在美國出困難過關之下 也沒有結束 對不對 景氣航行有基本面可以推自身 他預期今年上看萬八 2022年之前挑戰2萬點的機會 他現在喊的非常的多 那我也跟大家講 其實事實的回檔很好 我標題寫的嘛 大破大力啊 對不對 大破才能大力嘛 對不對 內容就不講了 這個以前的半導體回檔 這漲勢太快了 漲那麼多 對不對 現在台積電不漲了 我說真的 真的是好消息 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你把一些空間讓出來 給我們買的股票漲 因為我沒有帶會員買台積電 而且我也跟大家講 如果說再跌的話 我昨天跟大家講過了 對不對 我每次都按錯了 我都按到這個股票 漲停板叫附勝應用 對不對 6770的利基電 我在4849跟你講過的 我說這次回檔 我會找機會來買利基電 還有什麼 旺宏 對不對 準備啦 我們準備而已啦 你不用那麼急著進場 準備而已 旺宏剛好回檔到季線了 對不對 那我們回到南電來跟大家報告 不是因為今天南電大長跟你講南電 投資朋友 現在南電已經遙遙領先3189的景碩 遙遙領先3037的新興了 真的是遙遙領先 對不對 我運氣真的不錯 我換對股票了 對不對 新興景碩南電 我們都做過 我們都做過 然後呢這一次的 這次的南電 這次的南電 投資朋友 他真的沒有讓我丟臉 他真的沒有讓我丟臉 對不對 投資朋友 這幾天雖然都黑K沒有錯 但今天怎麼樣 他今天這一根紅K 至少啊 對不對 至少真的是讓整個的一個大盤 打下一個強行針 而且今天南電其實只有大概40分鐘左右 在平盤以下而已 盤中一度最高來到298.5元 為什麼 他昨天法說會 對不對 南亞董事長還兼任南電董事長 叫吳家昭啊 對不對 這是他的照片 好不好 不重要 重點是昨天法說會副總表示 副總叫呂連瑞啊 可能是實際在負責南電的人 他說2020年 宅版供不應求 南電很好 對不對 未來他怎麼樣 他看到2023年 都很好 好不好 他看到2023年 都很好 對不對 而且他現在怎麼樣 高投資產業 他說三高 高能顧 高投資高能力 市場難有大規模的新產能 爆發性的開出 那按照客戶需求狀況 還有同業預計擴產來計畫 他說呢 不平衡至少要到2023年 今年才2021而已 對不對 如果大家計畫都能如期順利進行 2023年就會稍微舒緩 投資朋友 其實這些東西 你知道嗎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去年11月 去年11月 去年9月的時候 南電就說過了 是你不相信啊 對不對 大家都忘記了 當初南亞電路板這家公司 南電 他掛牌的時候是300多塊 那個是PCB很盛行的實行 對不對 我記得沒有錯 滑通那時候股價200多塊 結果你看現在幾年之後 你會發現到 對不對 我都連滑通 我連滑通兩個字 連滑我都懶得講了 天啊 黑馬馬 黑密馬 300塊存錢 存40塊 對不對 結果人家怎麼樣 這次南電竟然重返榮耀 真的很厲害 我只能說真的是很厲害 對不對 真的是很厲害 那那一件 以前不太賺錢的公司 對不對 去年一口氣賺了5.67 今年現在看到法人的 目標價 給到420元 是用21塊 乘以20倍本一比 他認為兩年之後的EPS 是21塊錢 好可怕 對不對 南電營運展望給大家說 稍微做報告就好了 對不對 今年資本支出80億 比去年73.5億提高一點點 用於軟硬整合擴產等多項投資計畫 對不對 然後大陸建ABF宰版的產能 對不對 台灣他已經向南亞成出廠房 ABF的產能要擴充 今年之內 明年最晚 明年第一季開出ABF的產能 可以增加產能10到20% 然後呢 宰版的產業 我們剛講到到2023年都OK 對不對 都還很緊 緊得不得了 尤其他的對手 欣欣欣一直在回席之後 緊得不得了 緊縮的新產能開出來 也是明年下半年的事情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 南電就告訴你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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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好 昨天你看到什麼面板 群創也跟你講很好 不過群創今天真的 昨天買群創今天可能都賣掉了 不過那不重要啊 投資朋友 那真的不重要 大家不要忘記了 當時在友達20.05那一天 我怎麼做 我叫會員出一半 我說我會等到某一個機會接回來 因為我不是看壞友達 先跟你聲明 我不是看壞友達 我還是非常看好友達 我也非常看好群創 我再找一個點位接回來 我還沒接之前 你也不用擔心 對不對 你不用那麼急著看嘛 好不好 你不用那麼急著看 這是南電 對不對 今天這種爛的大盤裡面 大海中的一盞明燈 那昨天法術會之後 原部頭部出了一個報告 平等中立 沒有關係 你就繼續中立嘛 你要住中立也沒有關係 你要去住青樸 也是可以的 都可以 反正我要繼續領錢 我要繼續領錢 好不好 我繼續領錢 對不對 今天勤開漲停板 同志朋友 這舊文了 我講過了 這公司我告訴你 所有被動元件 對不對 你們買什麼華興科 對不對 買什麼國具 你們買的好了 那給你買就好了 我買的是 被動元件的最上游 同志朋友 我買的是4760的勤開 做導電漿 對不對 當然沒有錯 震盪很兇沒有錯 但是怎麼樣 我們採取怎麼樣 高賣低買的策略 對不對 我採取高賣低買策略 我不要去追漲停板 我為什麼要去追漲停板 沒有必要吧 對不對 給你追就好啦 你們那麼喜歡追漲停板 對不對 我今天看到 有人今天開盤 停損微星 那個漲停板 那天他們弄出來的 幹嘛這樣做啊 投資朋友 維新好不好 我覺得維新不錯耶 對維新不錯耶 對不對 股票不是這樣搞的 寧願找機會去低接嘛 包括你看這個股票 投資朋友 最近掉下來了 很好 因為特斯拉在跌 反而有機會可以買了 你會怕 對不對 很多人就這樣做啊 勤開也是啊 之前是公布完營收 跌到一百零幾塊 是不是剛好把你高檔買的 高檔賣的 低檔撿回來 不就這樣而已嗎 勤開還是非常好 對不對 我認為接下來二月三月四月份 狀況還是非常高 當然二月份還沒有公布啦 不過大概 你說真的 頂多也是受到 過年的時候影響一些而已嘛 大概是如此好不好 大概是如此 今天最厲害是這一檔股票 你從頭到尾 你如果沒有開盤就買 你是買不到的 對不對 那你說 這家公司 之前人家也是在網路上罵我啊 買個一打 我們當初多少錢買的 我們八十幾塊買的 但前波高點 老實說我說真的 上一個高點我沒有出到 六五七六 這個高點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跳動漲停板 我那天 講得脆高轉波 我沒有出到 當天是一百一十一點 我沒有出到 從那一天之後 就一路跌回來了 對不對 但是我也跟我的會員講 不用擔心 對不對 因為他憲政辦在88元 他憲政辦88元 投資朋友 那你在擔心什麼 對不對 88以下資料都是買點 都是買點啊 不過我今天做一個動作 因為法人目標價 請你看清楚 法人目標價多少 這是我當初為什麼去買 易達我引用的報告 就是張力群的報告 對不對 他目標價給到119元 他認為2021年EPS8.91元 對不對 他把今天的新聞都估進去了 今天什麼新聞 對不對 前列線來的新藥 美國成功授權 可以獲超過2億美元 差不多60 60億 不過那是長期的時間 那張力群當中怎麼跟你講 他說新藥藥政跟授權進展很好 他說呢 EPS2021年是8.91元 然後呢前列線來的新藥 他說美中的巨額授權 還有另外一個新藥進入新冠肺炎 這FLAX什麼 什麼什麼那個3分之2 2、3期的臨床利多 建議買建議打 目標價調整為119元 他說國際授權總金額 目前是多少 這樣達到多少 夾到2.5億元 差不多嘛 差不多嘛 對不對差不多 結果呢光是美國市場 就2億了 對不對 這邊看起來是 美國1.2什麼 給他看就好 這真的不是那麼懂 我沒有那麼懂 對不對 我也是跟大家一樣 看報告 然後我就到會員去買嘛 就這樣子嘛 那今天其實在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群藝馬上把義達建議 調生制買進 我請問你今天 對不對 你今天開盤去買得到 一定買得到義達嘛 不見得買得到 但也不見得買不到 開盤掛了4萬張在排隊 那能成交的成交完之後 大概就沒有人成交了 今天第一盤還是有人丟出來 對不對 還是有人丟出來嘛 也是有人彈出來啊 對不對 313張 誰丟的 誰丟的 我請問你 誰丟的 我們嘛 對不對 我們抱好久了耶 對不對 我也跟大家講嘛 最高可以獲取2.07億美元 鎖了4萬5千張 我建議會員先獲利一半 因為上次漲停之後整理好久 我不想要再等這麼久了 好不好 而且法人目標價119 投資朋友 按照道理啦 按照道理 我先跟大家講按照道理 按照道理來講 對不對 明天可能 明天沒有開盤 明天沒有開盤 按照道理來講的話 對不對 按照道理來講的話 投資朋友 大概可能一過111.5 什麼賣壓都出來了 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先賣一半落袋 對不對 高枕無憂呢 對不對 可不可以這麼做 當然可以啊 對不對 事實上也包括在上個禮拜的 會員專題講座 我跟大家提到什麼 疫苗 我昨天跟大家講過了嘛 對不對 像這種6589 這種6547這種股票 現在不好買了 現在都要宣存 對不對 今天我們看到有人去買 什麼3176 一看沒有漲停板 這大概是唯一不用宣存的 我在我們的會員講座 怎麼跟大家講的 你要去注意到耶 COVID-19 對不對 新冠肺炎的疫苗 你要知道喔 他不是打一支 就永久不用打了 他很可能是三個月半年 要再打一次耶 那我請問你這些小公司 去做新冠肺炎疫苗的 是不是就賺翻了啊 對不對 其中包括6547的高端嘛 那載體蛋白是6589的 台康嘛 這我講到都不想講了 投資朋友 今天台康的股價 對不對 寫下新高了耶 未來他賺不完 他做載體蛋白 載體蛋白是比黃金還要貴的東西啊 對不對 當然 高端也很厲害沒有錯 不過說真的高端長得非常非常的高 就只能這樣跟大家報告 我之前在連線也有提到 那如果你在退而求其事的話 對不對 可能就是雲層嘛 對不對可能就是雲層 類似如此 類似如此我們不講了 反正那是我在會員專題講座裡面提的東西 我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大家都有call訊嘛 對不對 我的call訊訊息比較少 為什麼訊息比較少 call有用了就好了啊 對不對 我今天早上拿到一筆錢 這還有意思 對不對 因為去年訊息call的少 我們有預扣費用 對不對 多收的退給我 好開心喔 對不對 這個月 晚餐有著落了 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的 我們回到我們要跟你談的對不對 包括什麼 易打 對不對 跟大家報告過的這些 我們今天 我先出一半 以免像上一次一樣夜長夢多 很麻煩啊你知道 一等就等了幾個月 從11月到現在為止啊 等到一直被罵 反正很多人就固定很喜歡罵我 隨便你們罵 好不好 那這個判法我昨天跟大家講過了 對不對 如果你在不懂台積電怎麼操作 你再把戴承治所講的東西 拿來再附送一遍 好不好 我不用再幫你唸了 但是我怎麼告訴你 我說 對不對 我說聯電台積電 妄宏華邦電 這些東西 終於有人不會問我可不可以買 終於有人不會問我可不可以買 讓我耳根子親近很多啊 對不對 過年的時候 一堆人在問 一堆人在問 我說真的 台積聯電100 200你不買 300你也不買 到600 好像不買都不行的 真的很奇怪 不知道這些人到底想什麼 我只能希望你們 對不對 真的投資都賺大錢了 好不好 我只能這樣希望 對不對 優達也是一樣啊 10塊你不買 20塊一堆人在問我 快技師現在優達怎麼樣 還好我全部都告訴你了 我在先前這個節目也告訴大家 優達到20元我一定會做動作 至於是賣一半或全賣 到時候看我的想法 後來我們賣一半 對不對 後來我們賣一半 我完全沒有騙你吧 我完全沒有騙你 對不對 開開心心啊 對不對 至於包括半導體 我想還包括什麼 那些什麼 威剛這些 我說真的 看起來很便宜就不用擠了 好不好 看起來便宜就不用擠了 還有包括這些什麼 IGBT 我也講過了嘛 真的 現在的建領 現在的建設 以後就會是有一檔股票 我們會員持股 我說等到投信知道 對不對 這一檔股票的IGBT散熱 多厲害的時候 他補了一萬張的時候 他股份比建設還小 股價如果超過建設 你不要怪我跟妳講 對不對 我相信不會啦 我不會啦 對不對 漲個一兩倍 也有可能啊 當初建設 我開始帶會員切入的時候 那時候是兩位數 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在看東西看得非常長遠 包括這檔股票也是一樣 他現在就在110到100 在那邊來回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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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整理 我說真的 你與其去買雅德克 我說真的 很多人都每天出雅德克報告 對不對 你與其去買雅德克 對不對 與其去買什麼 說真的 最近我是覺得很神奇 一堆人在問我大銀 我說真的 我如果是我真的不敢買 我真的不敢買 你們自己買就好了 對不對 你與其去買雅德克 與其去買大銀 這檔股票 我這樣跟大家講好了 這檔股票的股價聯動性 跟大力光很高 對不對 它跟大力光股價聯動性很高 最近大力光怎麼走 開始怎麼樣 不跌了 開始不跌了 為什麼 因為大力光很多機器是跟他們買的 那你說呢 投資朋友 對不對 2018年高點是200以上 那時候大力光大概6000吧 然後現在有景氣付出題材 中美雙供應鏈的題材 你說怪醫師你亂講啊 那個中芯可以買到這個生子外光 跟極子外光 沒有啊 只能買到生子外光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現在生產給美國做的 你一定在非中國地方生產 你要生產給中國做了 對不對 你要怎麼樣 你要在非美國地方生產嘛 對不對 不會像這些公司啊 我說真的 今天我在 我的這個什麼 我在我的粉絲頁貼這檔股票 叫純森 前一陣子看到很多人在喊純森 結果純森發生掏空案 董事長叫什麼 審委 對不對 審委 曹委我認識啦 審委我就不認識 對不對 審委 這檔股票很傳奇 真的是非常的傳奇 對不對 有些東西我想可能台面上 我不好意思講出來 但是未來故事就流出來了 我剛好認識幾個朋友 其實不是那麼熟 算是我大學同學的朋友 我大學同學在中國混非常久的時段 一段時間啦 剛好有一次 因緣際會之下 大家三個 你認識蔡沛衡 我認識蔡沛衡 我大學同學叫做蔡沛衡 對不對 這以前做過記者 剛好 然後不能 不要把名字講出來 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就對了 他的名字跟某一個 以前出過事的人的名字 是一模一樣 但不是他就對了啦 不是他 那有留了一下微信 因為他常去大陸 我開中民意就問了這檔股票 他以前不叫純森嘛 對不對 他以前叫什麼 立武 他以前叫立武嘛 忘記了 就被陳偉買下來 然後呢怎麼樣 牛吹得很大 他弄了一台車叫什麼 桑德還什麼什麼鬼的 有興趣大家可以去看這個新聞 結果那車怎麼來的 對不對 那車啊 他去找義大利的 對不對 去買舊型的馬薩拉蒂 手工打造的 對不對 裡面改成電動車的樣子 能不能開了沒有人知道啊 結果有一個 我說真的 這一次他慘了 等著看吧 有一個人中計了 那個人啊 叫鄭文燦 對不對 現任的桃園市市長 還幫純森推廣 回去看2016年的新聞吧 好不好 我本來在開玩笑 這個王伯就問說 最近林佳龍一直在上電視 我跟王伯看說 林佳龍不可能出來選總統啊 現在看起來不一樣了 我請問你 對不對 這純森等於是詐騙集團 騙人家補助 因為在台灣在中國 去發展電動車啊 補助拿很多 結果咧 純森光跟神魏 買那些專利 花了40億吧 這個之前 新週刊有踢爆過嘛 最早之前他還是資誠簽的 後來資誠不敢簽 把膽處理 現在什麼國富浩華 什麼阿里布達事務所在簽的 這我早就跟大家提醒過了 我更早之前 我記得我在節目就有講過了 我從來不相信這家公司真的 很多東西我不便多講 說真的 講多的時候 人家打電話來拜託 冠親我們不要這樣啦 對不對 以前也是啊 做藥的股後 我告訴你 人情壓力真的很多 對不對 所以我後來我盡量講多的嘛 我不要再講空的嘛 投資朋友 盡量講多的嘛 金碩啊 有什麼不好 我請問你 你們偏偏 我告訴你 有人就偏偏要去買 不是 8406 我有什麼辦法 對不對 我有什麼辦法 你為什麼不去買金碩 我請問你 為什麼不買金碩 對不對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精華光學跟金碩是黃金交叉 你說我怎麼知道金碩的 有時候 一些故事啊 在 沒有那麼多時間跟大家報告 其實從他的營收 對不對 從他營收跟他的什麼 現金流來看 你就知道金碩股價 遲早是要超過精華光學的 對不對 現在只是怎麼樣 一再而再的印證我的說法 好不好 所以我也希望投資朋友 當然我跟大家講 這本書應該很快 因為今天我把我的稿子 這個一叫的稿全部交出去了 對不對 應該很快的 就會到我的會員手上 我跟大家再三聲明 不對外發行 你給我再多錢 我也不要賣給你 這個是會員的權益 好不好 2021趨勢前瞻 我對未來趨勢 到底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過去講過什麼 現在值得來跟大家做印證的 全部都在這本書裡面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好 好 很細心 好 好 太好了 ヽ ノ 好 了 好 好 是